小鸡蛋 弄的是5个鸡蛋 这个鸡蛋基本上都是偏小个的 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家鸡下的 但是这个蛋还是比较好 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存粮食 然后白天就把它放在地里 把它自己去找吃了 现在把鸡蛋来洗一下 今天来做补皮鸡蛋 洗好的鸡蛋下锅煮熟 来切一点姜蒜 不是姜蒜 是姜葱 鸡蛋 煮好的蛋 倒进冷水里凉一下 然后把壳剥掉 用小刀再在蛋上划几刀 好了 把盘子里面的水用纸擦干 然后把蛋上的水也擦干 待会儿炸的时候免得油溅出来 锅里拿一点油 油温烧热 小鸡蛋 中小火慢慢地炸 我估计应该行了 我估计应该行了 刮火 可以 鸡蛋炸到表面焦黄 就可以了 好的 锅里留一点油 葱姜 香料 冰糖 用小火炸完一分钟 加水 下蛋 拿一点生抽酱油 老抽酱油 少来一点点盐 好了干上锅干 把里面的水差不多快烧干的水 然后关火出锅 差不多了 关火出锅 来一分钟 吃水 干得粘入锅 放进锅 拍这个大麻药 吃不吃 温鸡蛋 钱 尖én 放在庞厂 把鸡蛋切开 蒸汁 放入冰箱 鸡蛋 。 冰淇淋 拿到 嗯 你先问一手 好 来来来 这个油温刹 马上就要踩出了 有点 写香